大家好 我是李船长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给大家咱们先看一道数学题 就这道题 据说这是一个德国人出的 他可以测试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的退化程度 预防老年痴呆 听起来可够神的 大家看这道题 他是由3、7、5等式左边 等式右边升11到20 这样运用数学符号来计算出结果 让两边相等 当然年轻人也可以尝试一下 我们先来看他的规则是怎样说的 规则很简单 数字的顺序3、7、5 这个顺序是不能变 而且你连接3、7、5之间 只能运用数学符号 当然你也不能增加数字了 你再加个3再加个5都不行 这就是规则 大家可以按一下暂停 先算一算 我是算的最初半小时 这么说吧 我就做出了8道题 这个14和19 这两个我没有算出来 当然后来是算出来了 但是最初的半小时我没有算出来 这个就是我当时的计算结果 大家看 勉为其难吧 鼓得出了8道题 也不知道对错 然后我就把这道题 我看挺有意思 我就发到了一个群组里边 哪个群呢 是中国传奇社 验传师的一个交流群 那么几分钟之后 高人出现了 大家看这个 一键到底 这谁做呢 这是我们一位验传师先生 姓郑 就郑阳 郑阳先生 做出来的 他是巧妙的利用了 这个数学符号 用不等式 小一等于 当然也可以用大一等于 一键解决了所有问题 毫无毛病 符合规则 但是真是我当时一看 让我有一种顿悟的感觉 那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想说明一点 我们作为航海人 无论是船长船员 还是按机的工作人员 都应该对公约和规则呢 有着必要的敏感度 和深层次的理解 这样就会使得你的工作 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为任何公约 它的出台都有其必要性 以及它对一个目标的一个预期 那我们作为被规则所约束的航海人 或者是航运公司呢 那对公约以及规则的它的解读 在很大程度上 直接就影响了运营成本和人力成本 所以呢 我很希望通过刚才郑先生 对那道数学题的解算呢 能够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启发和感悟 并且呢 把它应用于工作当中 那么我们一定会成为规则的熟练使用者 甚至于是制定者 那这期节目呢 有点短了 因为我手头啊 还有一些其他事情要做 咱们把这个话题啊 留到直播的时候 咱们再做一下深层次的探讨 好吧 那这期呢 咱们就聊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和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